明明還沒深夜 社區卻已經一片黑 原來是高雄南紫區無預警停電 讓做生意的店家措手不及 行人過馬路也必須拿出手機 開啟手電筒模式 十八號晚間七點三十二分 高雄南紫區立仁階級立民路一帶 一共一千八百七十四戶突然停電 也讓部分民眾因為天氣悶熱 無法待在家裡 只好坐在家門口 拿出扇子 等待復電 民眾自我解嘲 這也是十三號 因為外部施工單位不慎挖到染線 造成三明區和前景區大停電後 一個星期內 高雄第二次大停電 台電貨爆後 調查發現 是男子邊電所ML43會線故障跳脫 造成停電 立刻派人到場搶修 終於在十九號凌晨0點四十分左右 全數恢復供電 華視新聞邱顯雄 高雄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叢林掌握天下勢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離字分紅 太AR 回憶 回憶 說 싸